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由畅读书城制作出品的多人有声小说《先婚后宠》总裁大人的小娇妻 作者美娇,演播渺渺,后妻小小怪 第一章 夏晴空想到这里,一边假装温顺地被他擒货,放松了身子 一边趁着身上的男人放松警惕,立刻就抬腿朝着上方踢去 刚刚还那么倔强的女孩子,居然心甘情愿了,肯定有差 混蛋 夏晴空没有踢中他,慕晨昊翻身就站在了地上 没想到你还挺厉害啊 慕晨昊此时也不啰嗦,伸手就抓住了夏晴空的手腕 夏晴空被抓得生疼 你干嘛,放开我 既然演那么一出,不就是为了引我上钩 慕晨昊将他一把拉起来压在了墙壁上 单手紧紧地孤住了夏晴空的下巴 夏晴空话音未落,就感觉胸前一阵冰凉 再往下一看,慕晨昊竟然将自己的衣领扯碎,露出了里面白色的内衣 夏晴空大叫一声,立刻捂住了胸前 然后想到腰间还藏着的合同,立刻又伸手捂住了腰 慕晨昊冷眼看着他的动作,心中更加确定了他的目的 手中拉着另一半的衣服就要继续死 看来皇冠的衣服不错,很有情调 你混蛋 慕晨昊手中轻轻一用力,裂开的口子继续僧大 夏晴空慌乱地捂住了身子 今晚,你逃不掉了 慕晨昊挥手一扯,裂口已经到了腰间 夏晴空挣扎不开,急得眼泪都出来了 这家伙是吃了药了吧 我今天招身惹谁了,遇到这么一个阎王 难道清白就要葬送在这里了吗 夏晴空越是捂着自己的身子 慕晨昊就越用力地禁锢住他的双手,让他动弹不得 看着夏晴空因为着急,所以红扑扑地笑脸 慕晨昊漆黑的眸子里,闪现着异样的情绪 你给我洗开,你脑子有毛病啊 见女人就想上,啊,你想干嘛 你再这样我就喊了 我想干嘛,我想干你啊 一只大手,还不忘记从晴空光滑白嫩的后背 开始慢慢往下抚摸,一直到腰间 那种酥麻的感觉,让夏晴空浑身上下有种热躁不舒服的感觉 怎么办,难道今天真的要在这里被这个陌生男人给内啥了 不会这么随吧,我可还是个黄花大闺女啊 八小姐 夏晴空正惊慌失措,却听见大门被撞开 一个响亮沉稳的声音陡然响起 大响起 慕晨昊停下了动作,看向了被压上墙壁上的夏晴空 夏晴空看见了来人,先是一愣 随后目光开始变得平静,像是满天星光的夜空突然乌云密布 为什么这个女人会是这个表情 穿着西装戴着金丝眼镜的男人,先是看见夏晴空捂住破烂的衣服 脸上的表情有些抽搐 但是随后看见慕晨昊的时候,只好抢忍了心头的怒火 慕晨少爷,和我们家大小姐有什么误会吗 没有 夏晴空白了一眼慕晨昊,推开了他 然后离他远远的,指着金丝眼镜后面的一个保镖 脱 金丝眼镜的男人立刻明白了 让还在发愣的保镖将外套脱了下来,递给了夏晴空 夏晴空穿上外套准备往外走 却被金丝眼镜男给拦住了 大小姐,请务必跟我们回家 回家? 夏晴空刚准备发火 看了一眼正在看好戏的慕晨昊,压低了声音 我是不会回去的 夏晴空说着就要往外走 慕晨昊让开了身子 听着那金丝眼镜男对夏晴空说的 夏夏的车停在了后门 老爷说了,这次一定要请大小姐回去 夏晴空还没有说话,就被两个保镖挤在了中间 狠狠地瞪了那金丝眼镜男一眼,就走了 慕晨昊听到夏家,心里顿时有了答案 夏晴空被带着从后门出去坐上了车 金丝眼镜男特意地挨着他坐着,防止他逃走 车稳稳地开了,夏晴空摆着一张臭脸,不愿说话 小姐很小的时候就失踪了,老爷这么多年也不好受 这些年一直都在找小姐,好不容易找到了 可惜小姐不愿意回去 我们这些下人,也帮着小姐说了很多的好话 太太那边已经不闹了,小姐完全可以放心 打小就我和母亲谢秋真,妹妹谢婉莹生活在一起 母亲也十分疼爱我 可是没想到前几天,一群戏中的男人却上门来 告诉我说,我竟然是夏家失散多年的女儿 夏家那是什么?那是整个H是数一数二的豪门 进去了都被吞得渣渣都不剩 还有,前些阵子,我还差点出车祸惨死在大桥上 也是那姬母,为了阻止我回到夏家做的好事 想到这里,夏晴空烦躁地扭了扭身子,看向了车外 车子行驶得飞快,很快地就到了夏家的大门口 夏晴空还没有下车,就看见富丽堂皇的夏家别墅门口灯光璀璨 大门口站着一群人 大小姐回来了 金丝眼镜男喊了一声,率先下了车 夏晴空皱着眉头下车,脚尖刚踩到地上,就感觉到了不对 哎,你妈,我还穿着暴露装呢 空姐衣服被沐晨昊给撕破了 披着西装也能看见我身上的狼狈和未眠 该死的,竟然被算计了 金丝眼镜男可是夏家管家的儿子周云深 不可能不知道进夏家会让我穿得这么衣冠不整 哼,果然夏家没一个好东西 哎哟,那个被叫做什么穆少爷的,好死不死的竟然扯碎了我的衣服 还是胸前的那些,还我现在这么狼狈 好,好,这群人 还没进夏家呢,就给我摆了一档 继母沈妙玉带着二小姐夏晴川站在门口 看着夏晴空身上的衣服,眼中的讥笑明显 夏晴空冷笑一声,抬头就换上了一副畏畏缩缩的样子 走到了两人面前 哟,这是谁啊 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哪家风月场合出来的小姐呢 老爷吩咐,今天要带大小姐回来 哦,还真是小姐 听众朋友,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